歡迎來到《膠視辯場》 CANON在今天 也不是今天 說的是最近期 也宣布了兩支大炮 分別是RF的800mm 5.6 和RF的1200mm 8 追回他們以前EF年代的大炮 成為了RF裡面最長焦距的戰時位置 最長焦距的大光圈白鏡 其實那個數字上 再加上他們的extender 1.4和2 其實真的可以分別去到1120 和1600 1200 乘2 去到2400 也很誇張 保持到一個很大的防震 分別是4.5 和4級防震 其實以CANON來說 現在的新鏡 特別是長焦距的鏡 其實除了他們的長焦距的大光圈之外 其實他們的重量都減少了很多 所以不斷進步之下都很厲害 追回市場上 其實現在踏入了模範 除了用EX 和防震之外 再加上現在的機身 按一個按鈕去APS-C Quad Mode 其實真是可以涉獵的範圍 跟以前差很遠 是啊 即是說 永遠以前就是用長焦距的時候 就是你像素高就已經可以將那個zoom range 再推高了 去到那個情況之下 我們最煩的是說 你物理上可以將它zoom多遠都好 但始終防止都是一個大問題 好像去到這些 現在我們已經出了街的 可以去到5.5級防震 其實都是一個很厲害的科技 其實除了防震之外 它本身的重量都跟以前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 真是有些可能拿著單腳 甚至有些過份到Handhill的攝影師 都看到了 這些事情以前是不會發生的 是Handhill大炮 真的本身手動裡面已經可以用防震來做到Handhill 這件事情真的很誇張 不過作為我們的攝影愛好者 其實就真是很少會涉獵到這麼遠的 除非你是打著 打著其實就差不多了 600、1200 那就真的差不多夠用了 其實我見Canon真的挺懂得賺錢的 是吧? 400又出一支 600又出一支 反而最近旁邊Nikon那邊出了一支400 唯一一支ZMind 現在有個金圈的鏡頭 金圈回歸就是這支了 想不到我們收到封 價錢也不少了 說了123,800 居然是賣斷市的 是的 大家在說Canon也是400 Nikon也是400 但是後面又多了TZ兩個字 那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融處呢? 那真的要讚一讚Nikon這次的銷售 還有官方Filiphone那條片 但是相當多了 官方Filiphone那條片 真的好毒喔 因為你現在呢 它不是普通的一支400 它內置1.4 內置1.4就已經可以乘1.4了 跟著另外再可以跟Canon那邊一樣 再外置加上2X 或者1.4 這樣成法 計一計算是多少? 400乘1.4再乘2 那是1120多 那變相就是說在即使 那當然啦 成一個大的extension之後 那光圈是會減的 但是扣減完之後 那但是現在的相機全部都可以大ISO 再加上防震 那真的好像你所說的 其實很輕微拍長焦 它沒有誤的那件事 是沒有誤的 還有你用Z7.2這樣計算 你大像素的話 你再乘1.5 就是用APS-C模式 是在說1680 變成現在 為什麼它可以賣得這麼好呢? 其實在某程度上 就是因為它這個設計 使得人們買的時候 覺得其實它不是一支鏡 它是有四、五支鏡 那你就多了很多嘛 是啊 計完整條數 聽你所說的 剛才 真的total是6磅多 就是3kg左右 加上機身 其實都是在說10磅以內 就拿到上手 真是handheld這件事都不是說吹水的 就是做得到的 是啊 真的要看一下菲律鳳的影片 真的是阿洛舒華森力加這樣 很健碩的 就這樣就handheld拍的 其實這件事是挺誇張 還有挺超乎想像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都令到我心癢癢 在想是不是可以涉獵多一點不同的範疇呢? 那些什麼範疇呢? 在講長朝他拍人像 拍一下猴子呀 拍一下小鳥呀 你知道啦 我們拍小鳥那麼差 拍回歸甲 真是不會動的 那沒辦法啦 你難道叫那些回歸甲飛來飛去呢? 說開飛鋒 我們不如說一下請sir 真的要讚一下請sir的影片 真的拍得很好啊 講一下OM那條影片 真的啊 是啊 內容也好 女主角也吸引 非常好啊 所以香港的YouTube界 越來越熱鬧 大家都用個心理法就好了 我們交小鳥繼續做這個玩一下的心態 玩家 不負責任 繼續發生 因為你攝影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可以是職業取向 也可以是玩樂取向的 用到你的長焦距鏡頭的話 難道每個人都是打著搵食嗎? 所以我們的立場就是幫你分析哪一樣東西抵賣 Nikon這支鏡真的抵賣 那樣玩法就抵賣 就是它懂得銷售啊 這次 你不覺得Nikon真的厲害了很多嗎? 是啊 就是明明你正常拿一支這樣的鏡子哪有Selling point 它只是加過1.4內置就可以趕到有很多支鏡 那其實那些東西本身都在這裡 就是不是新東西來的 是啊 不是新東西 但是它會放在這支鏡上 因為其實內置1.4在Canon EF年代都已經有一些這樣的設計了 但是反而現在我又看到Canon就沒有這樣做了 那我就會覺得就是既然技術已經有了 那為什麼不做呢? 就是以宣傳角度裡面來講就是我買一支本身輕身的鏡頭 譬如大家常常會碰到7300 去到400的話 以前用那些這樣的zoom鏡就會說不夠大光圈 那我給一個挺好的門檻 你試一下400 2.8又輕身的 之後就給你這樣的extension 去試一試 它其實真是道理慢慢慢慢可以升先 用一些大的焦距的鏡頭 而重量又可以非常輕 這個玩法真是聰明 其實真是它們那個市場部 還有它那個研發部 真是脫胎換鞠 你現在是研發部配合市場部的市場策略 去設計這支鏡頭出來的 是啊 真是有想過的 不是閉門造居分開做 接著刪完東西出來就逼你銷售 不是這樣 所以Nikon真是一脫了以往的頹勢 很明顯是變了的 這家公司 是 這家公司是不同了的 反過來好像現在真是撿了位 就是在講截牙膏的牙膏廠 就是以往的Cannon是以創新見清的 但是好像說到我們很有興趣的那支雙魚眼鏡 我都沒有看到有人試 真的是 因為有啊 已經可以租了 有租了嗎 已經 是啊 是啊 不過現在我們在境外就沒得租了 過一條深圳河就有了 很便宜的 所以其實是不是租這個市場是有得做的呢 真的是 有啊 幾塊水有得租了 我已經看了了 租了現在 可不可以我們給Deposit 可以過關租過來香港 但是可能租了之後還不到 要打稅 是啊 我問了 是可以寄下來的 但是上去要打稅就要我們負責了 那我稅呢 就是這支鏡的20%的價錢 信鋒說的 是 那Colin值得試啦 這支鏡才是18000塊而已 他這麼喜歡玩3D 叫他買啦 為了他買了R機身 回歸Canon 是 不過其實最期待 我都期待Canon的 就出一些真是說的 非常入門級的性價給Full Frame機 因為等了很久了 大家 EOS R都放了這麼長時間 差不多三年了 是時候給大家玩一些入門Full Frame機 其實你都要讚一下RF的一些便宜的長焦鏡 就是現在圖裡面最左手邊的兩支 是真的很便宜的嘛 雖然光圈很小 但是又便宜又輕 這件事就是它獨門秘技了 所以我覺得 又未必說Canon很差的 始終它還有一些 比如魚眼的雕鏡都是 都是它獨家的問題 問題是它那個銷售策略好像就不懂得說 起碼現在那個實際的情況出來 就的確是有一點點在背後的 是啊 一向Canon是帶動市場見稱的嘛 現在就好像整件事就好像慢了這樣 不知道是地區性的問題 還是整體品牌的問題呢? 整體的了 你只好期待R1呢? 是啊 R1 但是最應該期待的那些時段都過了 是啊 奧運會 冬奧會 剩下的都是一個殘奧會了 那你都還沒拿出來的話 就不用拿了 那現在周圍都封煙死起 都需要一些勁的事情 但是不是一個宣傳的一個位置 是啊 又不開心了 不想說 是啊 大家有時間的就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上去玩它這支新的大炮 12萬3萬就未必就每次拿走的 但是showroom就可以拿著玩一下 12萬3萬都是一機一鏡而已 馬拉卡那邊 是啊 哈哈 這邊一機一鏡 加上Z9就20萬左右了 Range Finder是沒有長焦的 所以就更加有理由入力確限了 一眾艾卡的粉絲快去試一下鏡 哈哈哈哈 講到明的人叫它來這邊試就不是去這邊試 那邊可以試 那支剛剛窮的嘛 十一光圈那兩支 是啊 講到真的要這樣才行 其實真是好用的 它那兩支伸縮鏡 其實我覺得都要讓大家理解一下 不是每次都要大光圈的 既然機身防震這麼厲害的時候 日光日白的話收光圈就收光圈 反正都要收的了 你明不明白 是啊 即是Canon現在就是 它連鏡頭都是這樣 入門就很入門 那個價錢就很親民 但是你要跳一級呢 真是紅溝啊 是啊 是啊 好玩的 我上個showroom試過這支十一 日光日白影院景 出來效果一點都不差的 那你想玩到1600的 一樣可以加兩倍的 是啊 所以其實 一樣可以APS-C mode 其實真的不是新東西來的 不過大家中了 中了毒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做壞人就把事實說出來 其實大家都有 就差一個內置1.4的 其實 是啊 它不加下去也沒辦法了 想不到加一個內置1.4 大家這麼興奮 嗯 真的厲害 是啊 你可以分開買的 比我上下注的 鞍剩? 是的